就是很想问一下 是不是所有女生的头都游的特别快呀 每次洗完第二天吃个饭 头发就贴在头皮上了 洗软它是真的很烦 所以我最近尝试了几个让头游的慢的方法 感觉还可以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不执着于只用一款洗发水 有一次公司让我试用洗发水的新品 我被迫尝试以后发现 两款轮着用 效果还真的挺出人意料的 不过这个是不可以日常用的 就每周用两次调节一下头皮就行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头皮的控油精华 对就是用在头皮上的一个精华 用法就是洗完头吹干后 顺着发缝低到头皮上 这个质地挺清爽的 用手指度按摩几下就吸收掉了 就不会觉得黏糊糊的 很多时候头皮触游跟气候也很有关系 这里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植物精脆 所以就可以让皮脂线没那么活跃 让油脂也减少分泌 所以用完就会感觉头皮清爽很多 氛围感这个词越来越火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要注重脸部的护理 而是应该更注重整颗头的护理 让头发触游少了 头也不痒了 头皮状态就好了呀 然后还有就是我没有再用护发素了 就总觉得护发素涂完 哪怕尽量避开头皮 但是用了还是会觉得有点油 所以我就都改成七八分干的时候 涂一点护发精油 最后就是卷发根 这个真的是经过好多人的证实 就是用指板夹把头顶的头发卷得蓬蓬的 别让它们贴在一起 这样第二天也不会油的很快 不过 要是不怕 有点油